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蕊 如果你想了解最新最全最火最爆的娱乐资讯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青春有你2和创造营2020的热播 不少人都把目光聚集在了这些女团选秀的节目上 不得不说,虽然场外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确实是看点十足 选手和导师们都具备着很强的话题性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青春有你2即将进入了尾声 而另一档大型的音乐节目也逐渐浮出水面 那就是不论口碑综合实力都足以抗衡前者的明日之子4 作为一档以选秀为基础 背后却是发掘华语乐坛潜在可能的音宗 明日之子系列的节目这些年可谓是顺风又顺水 不仅出现了像毛不易这样的顶级唱将 更是将华晨宇薛之仙在内的几位导师退上了巅峰 就播出效果而言非常值得一看 不过或许是受到了同行业的新宗的冲击 今年的明日之子4出现了一些改变 主打乐队理念 这部分应该都是大部分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改版 毕竟明日之子系列节目作为新生代的顶级舞台 以往都以选拔worker为主 但很少出现团体的概念 而这一次从明日之子4的宣传海报以及整体节目概念的流出 不难看出该节目组将彻底的转型 对整个核心进行了调整 另一方面从单人的worker到团队乐队 其实是最直接的影响了除了选手比赛形式之外的 更多的应该是导师选择的方面 毕竟不同类型的音宗邀请坐镇的嘉宾肯定不同 如果明日之子4将主打乐队模式 那么导师就不可能再继续选择以往的常客 比如在今年的爆料当中 明日之子4导师阵容就相较以往往年出现了不少的变动 导师华晨宇 朗朗 邓紫棋 二省玫瑰 欧阳娜娜 周震南 飞行嘉宾 朴树 王嘉尔 苏打绿 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实锤 但是不少的账号都声称该消息准确 甚至是某平台的瓜仪也是明确的表示 准确度高达90% 可见不出意外的话 导师和嘉宾就会从这几个人当中挑选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以及嘉宾阵容的行程安排来看 华晨宇是否会出席明日之子4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首先 华晨宇在结束了歌手2020和王牌对王牌的工作之后 目前一直处于闭关之中 想要邀请他出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 由于以往的明日之子节目都是主打walkar 华晨宇担任导师一直合情合理 但现如今突然选择乐队的概念 华晨宇其实就没有那么符合主题了 另外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明日之子有百事赞助 然而华晨宇前不久刚代言了雪碧 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 当然在没有官宣之前 谁也不能够保证华晨宇是否一定缺席 毕竟对于明日之子系列节目而言 向来都是铁打的华晨宇 现如今早已经成为了节目的标志性之一 如果缺席恐怕会严重的影响口碑 况且现如今各大的VSH都在放话 认称华晨宇一定会出席明日之子4 作为新推官他则无旁贷 如果所以有可能的话 还是希望华晨宇能够继续的作证 他的存在对于选手而言 有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最后对于今年的明日之子4 还是送上一些祝福 毕竟以以往的节目来看 明日之子的系列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如果能够借此打开新的领域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让我们来一起拭目以待吧